不学自然拼读会怎么样 背单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记 背了就忘 单词量始终上不来 英文怎么能学好呢 而学过自然拼读就会非常轻松 因为单词它是由声音组成的 用声音去记单词 例如night 根据它的发音就可以拆成n i t night 其中ighgh在中间就发i的声音 那么对应到这个声音规律 我们也可以记到 fight light sight 这样一个一个单词就能拼读出来了 而且字母和字母组合之间有对应的发音 掌握拼读的规律就能大大提升背单词的效率了 而且还不容易忘记 如果你也想学好自然拼读 每天点我头像来直播间 我会把音标自然拼读发音规则 原本在线下收费的课程 在直播间一一的讲解清楚 点我头像 来我直播间一起学习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